你好,財經揭露,大家好,第二節 好了,我們看另一隻了,美團 這個,這個是305.8 市盈率是701,你圈著 Sorry,有兩張畫面的一張就是 美團是只是他的報價的,是嗎? 是呀,是呀 你給報價那個來看 在這裡,市盈率是701,你圈著 首先第一件事,市盈率是701,大哥,真的挺好笑的 就是說,真是誇張的 又是科幻 很科幻 第一件事就是,其實 這個禮拜很多的,這一類型的科技股的走勢都像美團 所以我抽美團出來 第二件事就是,他被人選入恆生市的成份股 那就是說 十月頭開始,就正式入行恆子 這件事就很重要啦,因為恆生市的成份股嘛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發生在阿里巴巴裡面的事情 就是那個傳聞中 中央會開始管制了 那麼,對這個美團有沒有影響呢?其實 應該都是有的 我覺得 就是他都是包括在裡面的 應該都是 那以一隻七百多市盈率的股票 來講 那又遇上這些事情是不是 就是又是警覺性高一點呢 又加上進入了恆生市的成份股 那就是 就是將恆生市的成份股 給了PE拉高了 那恆生市的成份股 我都要比較 就是恆生指數 國際指數我都要比較小心一點 就是有警覺性了 我們看一下周線圖 你看到呢,我就圈著在上面 那它仍然在紅色那條線上面 就是五十天線來的紅色那條 那就是說那個上升軌是還沒穿的 但是呢,下面呢 你看到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是一個周線圖 來的每一支棍 代表一個星期 周線圖裡面是大成交的屬於 OK 而出現一個 先高後低的走勢呢 其實雖然它能夠守得住 那個267元那裏 那裏五十天線 但是其實如果這樣來說 就已經是一個 就是有多少警號的了 加上它PE是700 那基本上我來講 我長線來講都是 只有體字的 這隻東西 就是肯定一件事 如果市倒塌 這隻應該先行的 這隻應該 我相信是這樣 那所以 看著它 作為一個警告信號都OK的 是呀 是呀 好 那最後呢 我們看了一隻匯豐 那 亦都是給大家欣賞一下 市場上面 當一面倒看淡的時候 很多人沽空 很多人買紅症 在30元以下 大家看得很淡 的時候又說 又說它被中國 進入這個黑名單 知如此類 那時候 儲齊所有的淡倉 那這樣就夾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有一個例證 那不需要什麼基本因素 只是靠一些傳聞 就可以夾它上去 那一夾到40元這裡 又上回去之前 說不派息那個價錢 那能不能夠再上呢 我就覺得不容易了 40元 但是還有機會 因為我自己覺得市場 未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 開始信匯豐會派息呀 跟著去買回頭 就是那種這樣的 看好匯豐那種這樣的 那種這樣的情懷 未出現 所以其實有機會夾高一點的 有機會 不是一定的 那如果出了那個情懷 那就真是可能 可能就夾完了 那其實對於一些在下面 之前跌在下面 感覺到很辛苦呀 很後悔為什麼買了匯豐呀 覺得為什麼 就是很想走 走掉 很想逃過這一劫呀 我不知道40元 39元這些止洩呢 或者是 會不會算是逃過一劫 大家自己想吧 其實來到這裡就是 之前後悔那幫人 其實是一個逃生的機會來的 那究竟是什麼位 可以逃生得漂亮一點呢 這個是看大家的功夫和運氣 我都不能夠說 因為上個禮拜有一件事 非常重要的就是輝瑞 有這個疫苗的一件事 何志哥麻煩你再拿輝瑞的圖出來 那個公仔 輝瑞的那個字 那個圖就說要負70度 是啊 其實整件事我看上去 因為我本身 相信我和何志哥都不是什麼藥物的專家 不可能 他們說什麼我們都是認識不認識的 就是他們說的我就不相信 是不是 有可疑的 就說可以了 那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隻藥口不能夠補給的 我們拗爆頭 你起碼找個雪櫃 無論運送啦 無論儲藏 你要負70度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 在輝瑞的廠的旁邊 就住了在那 那就沒問題了 你就進去那間廠那裡 問他拿 一定沒問題的 他一定有負70度的雪藏 但是如果一般的情況就是運到香港 是要負70度的 我想他要拿著一個很大的雪櫃 運載的 真的很厲害 真的 真的 啊 招爆頭這件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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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的回應都很有趣的 他 輝瑞宣佈完 但是之後特朗普就說 4月就會有疫苗去到民間的啦 這樣 他說明年4月 是 這個真的跟輝瑞所說的東西 不同的 他好像趕到很快就 周界是 但是後來 好像看來不是這個意思 特朗普說明年4月啦 這樣 因為 他最後那個Stage要試呢 他是要給很多人試 試完出來沒有反效果 才可以的 那 如果那個人的人數呢 是相當多才可以的 是啊 那 究竟想一下 4月會不會趕一點呢 我不知道 可能都很流流的 4月都很流流的 明年東京奧運怎麼辦呢 唉 又多了 今年的輸展 12月後香港會要收皮 看過機會也有很大的機會 明年輸展都怕收皮 我怕 明年7月幾輸展 到時候都會收皮 不知道 會展本身是養了那些人 養了很多公司 是 是 貿發稿 是啊 其實 真是很慘 我也認識一些朋友 不止一個 幾個朋友是做這些生意 那 沒有公開的 那 那 那 另外 另外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 輝瑞這件事 是鬼的原因 就是 就是當晚 公佈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是當晚 公佈這個消息的時候 是2.6 million 2.6 million 即是五百多萬美金 價值 的股票 即晚沽出來 那 其實 我們看看輝瑞的幅圖 那 下面有個資料 輝瑞的市營率是17 第一件事 現在市營率是17 那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如果這個藥真的可以的 那是不是這個營利會急升呢 那 怎麼會值這個市營率17 即是以 以美國的 即是 炒賣方式 可能 升一兩倍都有機會 這件事 不過 又有 有個元素 就說 中國出了那些疫苗 中國說 答應到很便宜 所以 輝瑞都不敢說 好像以前做事的方法 就講過天價 即是 中國呢 將會說 20元美金 就 基本上 就 給普通人用到 那 如果那些 不是那麼友好的國家 都可能二十幾元而已 這樣 但是你二十幾元就 就 二三 即是等於 百多元港幣 所以 其實就押著 輝瑞 不可以 就算他可以 派通街 做到 大量生產 都沒有辦法 拿到天價利潤 這個 大陸真的 整股了 大陸就說 我是命運共同體 我是要很便宜的 做些疫苗 救你全世界 這樣 現在影響到輝瑞 都不可以 打劫了 是 是 是 所以我 我看著股價和CEO這樣的做法 我就是 對他這個疫苗是有多少的懷疑 你看到 這幅圖裡面 就是 他當晚 抽到上去四十幾元 接著就 連續 整個星期 不斷滾下來 哎 星期五 就會反彈 OK 如果你看回輝瑞 整個股價走勢 其實他 在這些三十幾元的位 已經停留了兩年 差不多 所以 如果有什麼新的發展 突破上去 就是 可能 海志剛說的 賣便宜一點也好 有個消息 突破上去 那 扯高的道指 其實就 應該是合理的 這樣做 但是 現在是沒有的 所以 他們的藥 到底 出不出到街 我都有點懷疑了 這個懷疑 這麼嚴重啊 我個人 真是很差 當自如很差 我自己會這麼想 嗯 我們看看 整個 美股 什麼環境 基本上 我圈了出來 我圈的 就是今晚 講的 跟輝瑞有關 首先 第一行 你見到 那個 你見到 我的箭嘴在那裡指著 那裡就是 當晚輝瑞 就是 《申告》 這個消息的時候 這個科技股 你看到跟之前的頂 很近的 就是穿不到之前的頂 跟著就馬上抽下來 去向下抽了 那就是 它的走勢 是這麼久以來 是最差的一次 相對於導致 因為杜子和S&P500是比他的跑得好 我們看看杜子的旁邊 杜子是站穩在之前的頂上 杜子是跑贏了Leicester 我們看S&P500 S&P500也是 但是S&P500你看到上面的針都很高 杜子那晚升了1600點 其實真的很誇張 這支針究竟會不會接下來的日子升穿 還是已經穿不到已經見了頂呢 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要看 另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科技股真是跑輸了給杜子 所以在美股來說 昂貴的科技股大家也要小心 好 接著就是第二行 這個美匯 我指著那裏就是 一有這個疫苗 那就是那個美金就抽了上去 這次變成就是 黃金跌 美金升 股票升 這樣的組合 我們看著 REX 中間第二行 恐慌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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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著那裏很大的戰隊指著那裏恐慌指數 那裏又沒有落到下面 這個消息 如果射穿下面 那裏真的 這個疫苗的機會是真的 沒有那麼恐慌 但是現在仍然在25這裏 這裏仍然是恐慌的 所以又不要太樂觀了 油價也是 油價打彈上去 然後下來 OK 好 我們看另外第三行 GDX Gold Mining 即是這個金礦股 有疫苗出 有疫苗出 金礦股由41元 就飛到39元 38元那裏 但是它沒有穿下面的底 所以它仍然守得住 所以雖然 疫苗出 對這些避險工具是有個影響 就是大戶乘機打倉 走過來 但是沒有射穿過底 OK 好了 黃金 黃金就差一些了 在旁邊 黃金就僅僅保持150元 會不會日後幾日子打穿150元 來做鎮瘡呢 但是金礦股又沒有穿 其實在貴金屬來說 金礦股這些是會敏感過黃金的 如果金礦股不穿 那其實便是強勢 然後是金礦股 然後是銀河 我們看銀河 看第三項最後的點 又是 距離的底差很遠 守得很穩 低位應該是21元左右 現在是23元也不敢下 換句話來說 整個趨勢 那就是那些貴金屬仍然守得住 只不過黃金比較低一些 會不會是因為大戶是想打倉 做一些震倉的事情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 可以去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OK 好 那講美股就差不多了這一節 就不是投資的意見 純粹是圖表教學 大家的分享 OK 好 遲些再談一下 好